左讀上腦 网民消报 糟了糟了 文革回来了 内地左派网站《乌有之乡》报导 上星期四山西太原 有人买了市面的南方系报刊 一把火烧光 骂南方报系是汉奸 一日之后 河北石家庄一班自称左派爱国者 都是这样做 烧光几百份报刊 他们不满南方系报章 长期攻击中共 说他是汉奸传媒 消报抗议 那还不是时光倒流 翻翻文革年代? 要不要把南方系的编审人员批斗? 南方日报核下的报刊 向来敢言 多次被当局批评 想不到今次政府不出手 又网民点火